大家 今天是1月19星期二 股市大幅度上升 早段指数曾经一度差不多上升了1000点 我们先看那个指数 早段恒生指数先高开238点到29100点 等于说在这一分钟 股市已经是突破了29000点 好了 根据而来的就是 主要难筹都轻轻地做好 股市一步一步上去 到后一个阶段 那个走势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 指数最早上最高是见过29848点 相对昨天的收市来说 是大幅度上升了986点 老实讲相对3万点来说 相较只是100多点而已 当然今天的上升的幅度是比较明显 所以在高台还是有一点点的回调的压力出来的 这个本来是很正常的 直到目前大概是3.20分左右水平 指数是回调到大概29400到29500点这个水平吧 这个月的走势当然是一个先低后高 指数是从4号的低位27079点到今早的高位29848点 等于说这个月的波幅在三个星期之内 已经上升了2769点 我觉得这个上升的部分是比较快 所以一定有消化 一定需要涨过 问题就是这个消化跟整个到底能不能够 还是能够维持在29174点以上 因为今天的大幅度上升指数已经成功突破了 去年全年的高位29174点 再往下看就是2019年4月15号的高位30280点 等于说要是股市再进一步往下推 要往下突破三万点再上的话 首先第一 股指一定要稳守在29174点以上 第二成交方面绝对不能够退的 像现在来说这个成交还是足够的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股市在28也好29也好 再往下走一定是挑战三万点这个大观的 强调方面绝对不可能退的 当然要是有2400、2500、2600亿的话 那股市上去的力度是够的 可是要是说强调方面稍微有一点减少的话 那股市是稍微需要涨过 可是暂时来说要突破三万点 我觉得机位还是不算太高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升纳是从去年12月22号的低位 25998点开始的 到今早的高位29848点 四个星期之内内置的升幅有38850点 我想怎么样都要消化跟整股一下的了 要是再冒进去的话 我觉得一些落后的难筹 我们稍微要可以留意一下 包括惠宏还有建签银行 当然工商银行还有中人寿 这些股份都是相对指数来说 还是落后的很厉害的 像惠宏 要是能够恢复派那个利息的话 股价特破44块钱之后 往下目标应该是48到50块钱的 当然建签银行能够特破6块7毛7的话 往上挑战7块钱的机位也是蛮高的 可是大家要了解 惠宏跟建签银行是金融股 就是旧经济的股份 他们上升的部分不可能跟陈信 不可能跟美团点评一样的 一定会走得比较慢的 另外一些中人寿相对A股 相对类型股来说还是比较偏低 暂时的左力应该是在20块钱左右水平 好了 下午的分析就说到这里